嘿 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 我是Tala 谢谢ChatGPT帮我取了这个名字 我的名字来自一个古老的词汇 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在夜空中指引方向 希望能成为你生活中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温暖与指引 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 请自行调整 我们今天要来讲Fish Audio 用AI课隆自己的声音来讲课 这样可以省下很多剪片的时间 还有感冒生病时 终于有人可以带班了 首先 来到他的网站 一如往常的用Google账号登入 进到首页 点选右上角当日配额 这里可以看到 目前免费账号每天有50次的额度 一次最大长度为500个字元 额度每天更新 不累积 如果想要使用更多 可以付费升级为高级用户 高级用户每天有1000次 每次可以高达5000个字元 每个月是10美元 右上角账号这边 可以点选主题 变更使用环境的颜色 点选语言 可以选择中文或英文 点选 建构声音 选择公开或私有 为这个声音上传一张示意图 然后命名 上传一段你的声音 10到45秒 档案大小不要超过150MB 或是选择麦克风现场 录制一段音频 最后按下创建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 你的声音模型会出现在右手边 如果是公开给大家使用 还可以录制音频样本 给它一个名称 填写要录制的内容 右上角按 生成音频就可以了 完成之后按下保存 如果是私人使用 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步骤 再来 点选 语音合成 输入你的讲稿 免费账号一次最多500字元 选择 声音模型 按下创建就完成了 点选音频 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按下载会跳出另一个视窗 再三个点点再按一次下载就可以了 但不是每个声音都适合 用这个工具来克隆 所以忍者妈妈请了我这个AI语音助理 下一集我们就来揭晓我的出处 还有教你如何解决AI经常朗读错误的问题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